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按你目前的资历来说 只能签这种第三方诱人合同 不过工资是按市场价给的 在同等职位里不算低了 你就这么缺点我会拿 不然呢 安盛面试结束多久了 工作要好找 不就早找到了吗 现在都是双项选择 我当然 安盛制度健全 福利优偶 又肯花钱培养员工 这么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 而且 我很好奇 在你面试的公司里 有多少家是不需要做被调 就直接用人的 还有 听说你离职的原因 是被人投诉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在决定给你合同之前 我也得做被调 既然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 为了我们家老三 恭喜你 有一个学霸表妹 外加我那个不懂事的弟弟 我可不想利用这层关系 身在职场要利用身边 一切可以利用的 这么好的资源摆在眼前 视而不见 会显得更加愚蠢吧 知道这世上 最可悲的是什么吗 是实力配不上隐心 回绝安盛 要等到实力够得着的那天 才能回得爽心爽肺 不是吗 恭喜苏小姐如愿以偿 进入安盛 要不要喝一杯 我不会喝你喝酒 上次苏小姐 不是喝得挺进心的吗 那晚的事你脱不了干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可以装胡同 但有一天我总会找到真相 那些想利用我 达到卑鄙目的的人 迟早要还我公道 质量这么差 还好意思穿出来 你干什么 别动 小心扎到你 别动 越动越口越大 好了 你运气不错 这胸针跟你的衣服 还挺搭呢 你怎么不带过胸针啊 只要钟同学答应继续同书 他一定重新做人 这点我作为大哥 可以替他担保 这话要是这么说啊 那只能证明你蠢 我马上去机会 你也会判断你吗 你怎么知道 还不是做人吗 不 怎么样 给句痛快话 直接一点 你要是觉得条件不够好呢 说说你的看法 不过这种双赢的合作 脑袋稍微清爽一点的 都不会拒绝嘛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人家给了台阶 又打破了橄榄枝 别在这个时候 想你那要命的自尊心 对 就这样 自然一点 再自然一点 又是侮辱姐 你不要激动啊 姐 没事 王总是吧 请你别从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 一份破工作就想收买我姐 这世界还有没王法了 之前会所那笔账 都没算完呢 你这一笔勾销得 也太快了点吧 姐 你别怕 我挺你 上周去相亲了吧 也不知道是在这儿 还在洗手间 一不留神 就听到了那么一丢丢 赵经理这么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的样子 本来已经要把 人家小姑娘送回家了 偏偏好死不死 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 还让人家听到 看来马宝南 不是浪得虚迷哦 早上一睁眼 西装衬衣 都整理好放在边上 配什么颜色的领带 也喜欢先问一下 妈妈的意见 真的假的 继续在公司 没错 你要记住这是公司 部门会议 再有一次人身攻击 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干嘛要搞得那么难看 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不是有意义的 你说话干嘛这么难听啊 这么敏感啊 要不要我当着大烟面 我先给你倒个菜 怎么这么久啊 喂 喂 波点 来得挺早啊 你好 我是来办理入职的新员工 苏诺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安娜 人力资源部高级助理 咱们是不是见过 是啊 面试的时候 印象可是很深刻呢 忘了 就是被王总骂 没好好做背调的那个 那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连累你了 把表哥填好 用水笔 请把毕业证 请把英语计算机证书 还有身份证给我就好了 对了 还需要一寸照 一寸照 没带啊 没说让带啊 怎么回事啊 公司规定了要带的 你这样我可办不了 我交的电子版的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 我现在找个地方 加机打印出来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 坐在这儿等你 那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你有这时间点 讲这么多 还不如直接回家拿一套呢 我半小时候还有会 帮你半一路 只只能睡下午了 对了 你可以自己跟领导解释吧 怎么了 王总 别动 别动 别疼 别动 怎么了 上哪儿了 凉 帮我换个热的 这么热 烫也烫了 我快去医院 不对啊 你不早上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发烧了呢 我 我着凉啊 着凉了 着凉 别给我来这套 这个都是我玩剩下的 你是不是有事求大哥 我没事 真没事 没事 放心 不想说也行 我看出来了 大哥一回来 就没你二哥了 怎么样啊 好点了吗 伤退了 喝水了吗 你也不知道给他倒点热的 你不是 就是有热的 给他吹着呢 来 听大哥的话 喝杯热水 我来这个 怎么样 什么呀 双肺纹理清晰 C反映蛋白粒高 是 什么 什么意思 输完这瓶液就可以回家了 那行了 那就在这儿 他是待两个小时回家了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就行了 怎么着 他是你弟 他又不是我弟了 我给他来 这儿就知道了 多久了 出租了 这儿就知道了 他说 出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